或无名义无无名 在佛法中有一句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句话是对一些行恶之人讲的 这是佛在教化一些恶人放下伤人的刀斧 教他们放下恶念做一个善良的人 并不是说让他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 立地成佛实际上是讲你从一个恶人变成一个好人以后 你继续善良下去 你才有可能成为佛 你没有转变恶念 你怎么成佛 佛是慈悲众生的 佛不会伤害众生 所以成佛一定先转变恶念 转恶为善 一个恶人放下屠刀 首先他要有善念 从心里发起善念才能改变他当下的恶行 所以佛引导众生向善 是以慈悲心来教化 慈悲心能启动你们的佛性 比方说师父教导你们剑杀吃素 师父是不是先告诉你们杀生的因果 师父告诉你们杀生报三代 你杀了很多生命 最后你一定会受报 你受完报 你的孩子还要受报 等你的孩子长大结婚后 有了他的孩子 这个果报会继续报到你的孙子身上 你知道这样的因果 你还会继续杀生吗 这种杀业报三代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你们有些人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做人一定要破除无名 心经里面讲到 要无无名 什么意思呢 无就是没有 你要做一个没有无名的人 对因果没有不明白的 你明白因果 你就不会造恶因得恶果 你就不会得不好的因果 破除了对因果的无名 你还要破除对这个世间的无名 世间的无名能让一个人的佛性迷失 佛性迷失会让你在人间迷惑颠倒 所以不能让自己的佛性迷失在这个无常的世间 那么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佛性 学习佛法 聆听法音 让自己的佛性在佛法中不断得到唤醒 在修行中培养慈悲心 一个学佛人没有慈悲心 他就不能算得上真正的学佛人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佛法以慈悲为根本 你学了几年佛法 你还没有修出慈悲心 说明你没有真修 别人坐飞机跑到你家门口渡你 你聚而不见 这叫学佛人啊 这叫愚痴人 没有智慧 像这种人有很多 他以为人家在害他 结果到最后 他发现自己错过了被救度的机会 愚痴的人自愚自心 他搞不清楚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结果就会自食因果 所以人一定要无无名 要让自己的心里明白 一个人的心不能犯糊涂 做错事的人就是心里糊涂了 他不明白 最后把事情做错了 有些事情师父本来不愿意讲出来 但是为了让你们大家知道 无名带来的后果 师父讲一点给你们听 就在上个月 那个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 以假乱针经常传假法音的人走掉了 师父早就跟你们讲过的 不出一年一定走掉 七月份人就走掉了 没有到一年时间 师父什么时候讲过空话的 还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恶果抱到身上 他不敢讲出来 没有出息呀 到这个时候 自己还要硬扛 师父告诉你们 师父从来不会放弃哪一个孩子 只要他肯改过 师父照样会原谅他 哪个孩子不犯错的 你犯了错要改错呀 要懂得忏悔呀 师父经常教导你们 你学佛就要像学佛人 要真修 要实修 不要自欺欺人 所以你们要经常在心里问自己 学佛几年了 五年 八年 学了五年 你能做这样的事情吗 你修了八年还能讲出这样的话 人家跑到你家门口 你都不肯出来见一面 你像学佛的人吗 师父教你们经常关照自己的修行 就是让你们照见言行 意行 身行 照见自己有没有讲哪些不该讲的话 有没有动哪些不该动的意念 有没有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 师父教了你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也教了你们很多修行的佛理 你们要让自己从师父的教言中 学到更多的智慧 常观身口意 常思自身过 莫论他人短 莫道他人错 无论他人错